本田汽车星期二表示 由于安全汽浪存在缺陷 该公司正在全国召回75万辆汽车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这些汽车的前排乘客 座椅重量传感器可能会破裂并短路 无法按预期抑制安全汽浪 经销商将更换座椅重量传感器 此次召回汽车辆包括 2020年至2022年生产的部分本田 Pilot、Accord和Civic车营 以及2020年至2021年生产的部分本田 CRV和Passport车营 去年12月 本田因燃油宾故障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召回了约450万辆汽车 其中在美国召回了254万辆汽车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